一日农金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农金节目 我是李斌 各行各业都有着各行各业的明星 今天登台亮相的这位明星 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他叫白莲娥 他可是白娥中的明星 所谓明星 当然得是出类拔萃的 这样才能叫明星不是 那这白莲娥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而能够登上明星的宝座呢 咱们广告之后就去探访探访 在我国美丽的海南岛 有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 由于优异的自然生态环境 这里成了举世公认的长寿之乡 自然也就成了人们关注的地方了 不过我们的记者来到这里采访的时候 却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要不多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都对不起这儿废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是有名的 世界长寿之乡 海南省城麦县 我给你多说了 多多深呼吸几口 这谁啊 李大哥 我到村口了 您呢 好嘞 刚都忘跟您说了 一会儿会有一位老乡 专门给我引荐一位老兽星 我今天够幸运的吧 这人呢 这说淘淘淘到了 李大哥 要知道吗 还大了一只鹅 您不是要带老兽星过来吗 人呢 这是我们的老兽星 鹅是老兽星 对 这鹅多大岁数了 15岁了 15 真的能算老兽星吗 你赢得能算 这个已经90岁了 90 对 哇 这是鹅中的老兽星啊 在城脉 没想到不光人长寿 就连鹅也能长寿 这鹅虽然已经有了15岁 但羽毛看上去 洁白柔亮 眼睛灵动有神 走起路来 也是精气神十足 李大哥告诉我们 这可不是一般的鹅 而是他们当地的大明星 这是我们城脉的白脸鹅 在城脉县白莲镇 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蓝天白云之下 玉草地之上 一群白鹅 嬉戏玩耍 这些正是白莲鹅 是白莲镇村民 长期饲养驯化的 一个地方特色鹅种 那么白莲鹅 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哇 这么多白莲鹅呀 对啊 对啊 那还有两只木鹅犬 按理说我现在呢 应该是抓一只鹅 来跟您说一说特点的 但这个鹅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有点犯处啊 正如韩叶所言 这鹅可不是好惹的动物 别看它们 样子似乎挺温顺 但是要被它们的嘴巴 拧上一口 那也得腾上半天 自古以来 用鹅来看家护院的人 可不在少数 有时候啊 鹅甚至比看门犬 还要威猛几分 不过韩叶还是鼓起了勇气 决定抓上一抓 太快了 对于记者的突然出现 白莲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但它们似乎并没有 要攻击我们的意思 而是选择了逃跑 这和我们印象中的鹅 还真是有些不同 那么这里的鹅 为什么没有了攻击性呢 这个上西的顺养 鹅的野性 没有那么野性 现在了 虽然没有了那么大的野性 但是天生的一对大脚板 让它们行动敏捷 因此想抓到它们并不容易 不过对于这一点 老李却自有妙招 叫你个叫 你蹲下来 蹲下来 蹲下来 你蹲下来 然后呢 蹲下来 然后呢 我就慢慢扫过来了 是吗 过来 抓着鹅脚 然后抱着鹅肚子 然后它就跟小baby一样的 特别听话也不叫啊 你看这个鹅脖子有多长 一个手 两个手 这么长的脖子 这个鹅毛也非常雪白啊 你看 洁白如雪 形容就是它 你看它这个嘴巴黄黄的 也很漂亮 两个鼻孔细细的 里面还有小软骨 我发觉这个鹅的眼睛 都特别有神啊 你看 它就像会说话似的 看看它的语翅 好漂亮啊 这样展开以后啊 你看 羽翼崩满 老李养的白莲鹅 各顶各的壮士 它告诉我们 每天上午 这些鹅都会到外面 自由觅食 城脉线肥沃的土壤 赐予了这里茂盛的仙草 使得白莲鹅 有充足的食物来源 大哥我看这个 这里面的鹅好像不是特别多 这咋回事啊 哎呦好多 跑到运动场上面去了 哇 这么多鹅 大哥这块太漂亮了 这就是你说的训练场吗 对 这是我的动物场 好重重呢 每天下午 老李都会把鹅赶到这个运动场 其实 与其说是运动场 不如说是一个西系游玩的乐园 您瞧 它们有的在岸边梳理自己洁白的羽毛 有的在水中追逐玩耍 偶尔看到头顶一只翻鸭飞过 这几位还跟着呼扇起了翅膀 恨不得也想展翅飞翔 老李告诉我们 这些鹅每天最开心的时刻 就是来到这个运动场 嬉戏玩耍 这里有水 有沙滩 有太阳塞 每天在这里运动 心情特别的好 特别的舒服 您听听 这鹅的小日子 过得那真是舒坦 每天六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 保证了鹅充足的运动量 使得它们各顶各 身强力壮 那鹅本身是水 在水里面 游玩了以后 最大的羽毛和光亮 很有帮助 它多运动以后 肌肉比较减齐 提高免疫力 每天大量的活动 使得白莲鹅胃口特别好 上午在野外 吃上近四两的清早后 晚上还要给它们 喂食四两左右的配笔饲料 作为加餐 这活食待遇真是不错 老李说 鹅和人一样 除了生活环境 和每天的饮食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心情 因此 它的养鹅之道 就是让鹅每天都过得 逍遥自在 要说城外是长寿之乡 那真是名副其实 就拿当地白莲鹅来说事 您看 饿了 可以吃点青草 陈天然的 累了呢 可以来踩踩砂石 做个脚底按摩 要是想玩去了 牛个勇 扑腾扑腾 这生活 那叫惬意 李祥惠大哥 按照自己的方式 精心饲养着白莲鹅 而在三公里外的 白莲镇美文村 安静巷子里 也逐渐热闹了起来 一镜头就听到 这家人在办几事 您听多热闹 走 咱们凑凑热闹去 哇 起来起来啦 您瞅瞅 这又是红点 又是盖头 看来寒夜赶上的 这是场给鹅伴的喜事 这是我们家的花花 花今天多大了呀 一岁半 一岁半 有飞上了吗 有 有好几个 好几个呢 好几个强壮的 看上她了 但是她还要挑 有着挑花眼啊 看来花花很强爽 那么多校伙喜欢 那绝对了 那行 咱们去看看她的 这个对象吧 看到哪个好 走走走 在白莲镇 被白莲鹅相亲 是一直以来的传统 这配偶的选择 可是关乎 下一代的大帅 但凡是养鹅的村民 都绝不会含糊 不知道 今天花花 能不能找到 一个如意郎君呢 哇 她快修 她做羽毛呢 对 她用嘴巴 就做羽毛 就表示喜欢 触摸 吴老师你看 我们花跳这国家怎么样 你说 她眼睛比较有钱 她头流比较大 呼吸比较大 整个颈部比较粗壮 胸比较昏 整个来上个看了得到 比较符合的 白莲鹅上顶的品质 和花花一样 白莲鹅对配偶的选择 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这关乎下一代的大事 可是马虎不得 据了解 白莲鹅八个月左右 就可以达到性成熟 那么这白莲鹅的鹅蛋 究竟是什么样呢 您看到了吗 这就是鹅下的蛋 够大的吧 再跟我手里的这个 小鸡蛋一笔 哇 这悬殊也太大了 这重量也差了好几倍呢 那是 你也不看看 我的块头有多大 一边去 说你胖你还传着来了 您说 这么大个的鹅蛋 这孵出的小鹅 应该是大块头吧 其实刚出生的鹅宝宝 个头并不大 就拿出生了五天的鹅和鸭来说吧 它们的个头 都在七到八厘米左右 不过长到十斤左右的大鹅 也就是一年的时间 除此之外 我们还听说 这些鹅对伙食的要求 还挺特别呢 所以韩业这次 特意给鹅 带来了大餐 大哥 你看我买了好多好吃的 买了什么啊 这小鱼小虾啊 可新鲜了 那你就白蛮活了 我们的鹅 是熟悉熟悉者 说这鹅是素食主义者 韩业还真不太相信 众所周知 鸡鸭都是杂食性动物 鱼虾对它们来说 那可是再好不过的美味 那么这鹅真的不吃吗 随后 韩业把准备好的鱼虾 送到了白脸鹅的嘴边 可它们是离也不离 那它们平时都吃些什么呀 平时我们都是喂稻谷 还有像地下的这些青草 原来村民自家养的白脸鹅 主要喂食稻谷和青饲料 一只鹅一年出篮时的成本 大约在一百块钱左右 那我们向外疏烧地 卖一年的鹅是三百八左右 因为按时薪来算 因为40到45块钱一斤 在海南 提到城外的白脸鹅 可谓是无人不知晓 这些村民自己散养的鹅 是年头越长价格越高 那么白脸鹅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今天热情好客的吴祥泰大叔 邀请我们品尝它最拿手的白斩鹅 食材要选择饲养一年以上的白脸鹅 用果木将水烧开 随后整鹅放入锅中 盖上锅盖 大火炖煮40分钟 好的食材 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需要付出的只是时间和耐心 我给你夹一块 夹块这个 大的 哇 这么大块 好嘞 我自己也来一块 我来一块小一点 好嘞 太香了 只煮了40分钟 只有一点咸盐 但特别入味 这个肉呢 你看它这个纹也很细啊 而且有一些小纹路 嚼起来非常细嫩 但是嚼上来的又咸咸咸咸咸咸咸的有点那个小韧劲儿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 这个 鹅骨头 鹅骨头怎么吃 得咔把这吃掉 你都多一下之后 这个鹅香味全部在嘴里面就顺眼下去了 我就觉得 做这么一口 一天满嘴流鹅香 除了人们最常识的白染鹅外 在当地的一些农家乐 红烧白莲鹅和白莲鹅汤 同样深受消费者喜爱 很香很好吃 这个白莲鹅很出名 我们来到城外都吃白莲鹅 白莲鹅肉美鲜香 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进步佳品 民间自古就有 喝鹅汤吃鹅肉 一年四季不咳嗽的说法 而在海南 鹅对人们的重要性 更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 据统计 海南人一年要吃掉近八百万只鹅 巨大的需求量 使得白莲鹅有着不错的市场 据了解 大规模散养的白莲鹅 在九十天左右 重量可达到八到九斤 这时候鹅的大小较为适中 且饲料成本不高 大约在八十元左右 而九十天后 鹅的进食量逐渐增大 但生长速度变慢 成本会增加较不划算 因此白莲鹅商品额 都在九十天左右出栏 希望养白莲鹅 然后一千多个 一年要几斤 要三匹 一匹赚在一万钱 苏龙大概是九十天 大概有八千到九斤左右 成本大概有八十块钱 一年养大概是十多匹 两万多斤 我们每年的效益 大概有十多万 现在不仅在成迈 即使在海南 提到白莲鹅也是无人不知晓 这次海南的东交汇 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鹅蛋 鹅腿 鹅脖 各种白莲鹅产品 可谓一应俱全 不少消费者 更是特意前来购买 据统计海南人非常喜欢吃鹅 所以他们推出这么多的产品 我相信不光是为了满足 当地人的需求 也是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 品尝到这道美味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如果您提到了海南 也能想起白莲鹅的这位大明星 您关注农产品的发展 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 有些农产品的销售不是很稳定 时而畅销 时而滞销 还有一些农产品则是非常的稳定 长期处在畅销的状态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白莲鹅 就是这种情况 它的畅销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那在新常态经济时期 我们更应该关注 这一类的农产品的成功经验 而不是去追求一时的火爆 豪猪叫猪不是猪 一身豪刺却是鼠 人工养殖不算难 综合开发闯销路 每日农金栏目下期播出